遭國民黨台北市議員中佩軍揭露借酒一兩度搶吻他的名嘴朱學恆,12日武堅強在中佩軍出面召開記者會前,突然透過臉書再度道歉,無限期停止所有公眾活動之外,我願意承擔所有的後果及法律責任。 朱學恆還說,自己已主動對台北地檢署告發本案,面對司法偵查及以其對當事人及社會作出補償,案已經台灣台北地方地檢署收案。 對於朱學恆告發自己負起所有責任,中佩軍在記者會上痛批,非常可笑,毫無回憶。 我竟然又聽到朱學恆跑去告發自己這麼可笑的事情,這又再一次的證明他真的是毫無悔改之心。 我很天真的以為在這幾天,他起碼可能會試著透過我們共同的朋友,試圖表達他的歉意或者想要彌補的意思。 但是非常遺憾,我再一次得到他的訊息,是這種毫無回憶可言的去告發自己。 說起來也不算告發自己啊,他用避重救星的所有法律界的朋友應該都看得出來。 他用的字眼非常謹慎、小心在切割。 表面上好像想要對過去犯下的錯誤表達什麼回憶,但其實沒有。 今天我會站出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毫無悔改之意,同時又讓我發現他還不斷在做一樣的事情。 今天他去告發這個動作,我只能告訴大家,如果他真心悔改的話,他早就已經去自首。 他早就已經用更具體的方法跟我表達歉意,而不是浪費資源來演這一齣司法大戲。 而台北市議員苗伯雅揭開朱學恆的盤算,他表示告發和自首的意義和效果完全不同,如果朱學恆真的如他所說怨,負起所有責任,他應該自首。 苗伯雅說,朱學恆的告發不自首,實質上的作用,是把被害人拖上法庭對打,讓鍾佩君在被動的狀態下,又被朱學恆的法律戰二次傷害。 他解釋,經常看到有人對控訴者,提告誹謗,以自欽。提告誹謗,是對自己清白的表態,在法治國家,必須尊重每個人捍衛自己的權利。 同時我們也知道,提告誹謗就是否認到底,跟深具回憶是完全矛盾的概念。如果朱學恆一面說,怨負責任,一面,提告誹謗,大家一定會覺得很矛盾。 所以,朱學恆的告發不自首,把法律舉證的責任完全轉嫁到鍾佩君一方,這不是,怨負責任,更是暗藏,推卸責任的用意,二度傷害鍾佩君。 如果朱學恆要以送指棒,他大可以提告誹謗。但以鍾佩君手上有的證據,誹謗很難告成,會害自己反被法院認證。 因此玩弄,告發不自首的程序,讓鍾佩君負起較高的舉證責任,看看自己能不能撈到一個不起訴處分。 另外,鍾佩君更表示,有其他的受害者,而且情節輕重不一,若檢查機關認為有必要接下來會再確定保存他們,被害人,各自的情況之下,逐一如實的向司法機關揭露。 我非常明確同時負責任的告訴各位,有其他的受害者,而且情節輕重不一,有人遇到的狀況跟我完全一樣,有人遇到的是言語跟肢體上的騷擾,但是我不是他們,而且我要保護他們,直到他們願意自己出來講的時候,我可以陪著他們。 但是,這一切在接下來進入司法程序之後,如果檢調機關認為有必要,我會在確定保全他們各自的情況之下,逐一如實的向司法機關揭露。 臉書粉專,興趣實然的路人,總結以上表示,若是在近半年內朱雪橫還有再去信騷其他人的話,那他其實還是有可能會被法律制裁的。 臉書專,興趣實施的路人。 臉書專,興趣實施的路人。